我上期节目的4分20秒放了一张爱芬的照片 它是武汉的吹哨人之一 结果第二天呢 这个爱芬就被现身 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呢 既然这么神奇 我们就讲一讲神奇的2020预言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不卖货 只交朋友 您还好吗 今天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先讲一点题外话 最近呢 爱国小粉红都很忙 把一个只会说瓦斯卡的很老实的泰国都给惹毛了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百年前的义和团 这些小粉红啊除了骂人基本上不会做别的事情 结果呢 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世界公敌 您这是爱国呀 还是害国呀 整个全世界的华人都因为你们这种行为而蒙羞 不是因为我们是华人而被歧视 而是因为你们这些行为让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歧视华人 现在呀 这个全世界的疫情在不断的扩散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危险中 这个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保持冷静 清醒一点 希望大家能仔细的用心的来看我的节目 了解我到底在讲什么 实际上啊 现在是一个善恶的选择的时候 我希望呢 每一个人 每一个看我节目的人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都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次劫难 那么好 题外话说到这里 我们言归正传 约书亚基金委托麦克拉夫林及联盟民调公司 在3月23日及26日所做的民调中 有1000名美国受访者 针对这次瘟疫的相关几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这次民调指出 44.3%的受访者 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说他们相信这次疫情与其导致的经济衰退 是唤醒人们回归对神的信仰的一个警讯 或即将到来的大审判的前兆 或者两者皆是 不知道这个报告啊 有没有给大家什么启发 这次疫情啊 我们这个各个国家动用了各种手段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它还没有到达一个拐点吧 中国呢现在其实这个数据啊 我们就不去评论它了 我就把这些国外的一些预言 还有国内的一些预言 把它所有的这些我能了解到 我能找到的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整理 然后呢 至于相信与否呢 您自己来评判 那么好 我们就来说第一则预言 第一则呢 就是美国的珍妮·狄克逊的预言 美国预言家珍妮一生中的预言很多呀 无不应验 曾经准确的预言肯尼蒂总统遭暗杀 中共的崛起唐山大地震 这些等等这些事件吧 他还曾预言2020年的反基督者 这里的反基督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反神者啊 这是说不信神的人会呈现邪恶的一面 圣经启示录中记载着 哈米吉多顿之战将会爆发 最后呢是正义方获胜 哈米吉多顿之战可以翻译成 末世的善恶大决战 也可以翻译成末世大劫难 那么另外一个预言家就是盲人婆婆 他叫龙婆 详细资料这里也不多说了 网上都能查得到 这里着重的说一下 1996年龙婆去世的时候碎碎念 The corona will be all over us 因为这个corona在保加利亚语中是监护的意思 原本以为和俄罗斯有关 直到现在才意识到 龙婆说的就是corona 就指的这次病毒 他说的 The corona will be all over us 是冠状病毒将笼罩我们 所以这个预言又准确了 还有是一个火星男孩 也是大家熟知的了 当被问及2012年10月21日 是否是世界末日的时候 这个火星男孩名字叫波利斯卡 他回答说 末日是无法避免的 但并不是2012 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过去已经被证实了 2012并非世界末日 就要等我们诞生于中国的 伟大的指导灵返回神国的那一天 才能发生 因为不到这一刻 你们可能就永远不会觉醒 不到最后的灾难 最后的末日 你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永远不会了解 和平与爱的重要意义 以及自己待在地球的使命 但智慧善良和探索知识的人 将会得到答案 记住 从内心去寻找答案 另外火星男孩的母亲 纳德兹达回忆说 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东西 但他有时会盘腿而坐 侃侃而谈 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他喜欢谈论火星 行形系遥远的文明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耳朵 从两岁开始 他每天像念经一样谈论宇宙 其他世界无穷无尽的故事 和漫无边际的宇宙天空 自从两岁开始 他每天像念经一样谈论宇宙 其他世界无穷无尽的故事 和漫无边际的天空 另外还有一个是 说到这儿 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到过打坐的问题 说大家在家里面做的最好的用 就是打坐 有兴趣的呢 可以去我另外一期节目去看一看 去搜索 这个德传媒 里面有很多的我的这个节目 大家可以找到这个最好的运动 里面讲了打坐的这个好处 这里面火星男孩也是这样 这个佛家讲啊 这个戒定慧 就是戒去不好的一些习惯 定下来就是安定下来 坐在那打坐 然后这样就定下来了 就会生智慧 在生智慧之前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戒去一些不好的习惯吧 比如说抽烟啊 喝酒啊 一些一些人 人为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然后坐下来 好好的想一想 慢慢的让心能安定下来 这样就会生出智慧了 这个佛家还讲 看破放下 看破了就能放下 所以呢 您自己思考吧 这里啊 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位已故的 维亚布朗 2008年夏天出书 书名是末日 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 他在书中预言 2020年左右 全球会出现 无药可医的新冠肺炎 CNN报道 这本书啊 已冲上亚马逊 非小说类排行榜的第二名 有作者签名的收藏版 纸本书 售价已经超过了500美元 这段内容写到啊 大约在2020年 一种类似肺炎的严重疾病 会席卷全球 它会伤害肺部和支气管 而且啊 所有的已知的医疗方法都无用 比这次疾病本身 更令人困惑的是啊 这个疾病会突然消失 它就像突然爆发一样 但十年后会再次爆发 之后啊 就会完全消失了 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灵媒预言 它是在一本书中 说致命肺炎将在2020年全球蔓延 造成全球大混乱 确诊人数及死亡人数不断的上升 欧美加多国也相继封国 全球对于 疫症带来的结果 苦不堪言 这不就说在今天吗 所以著名的名媒员Kim Kadanshin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贴文 内容来自一本 End of the Days 这样的一本书中 当中提及了2020年会发生一场 全球性呼吸道疾病 之前呢 我在我的节目中说了 这个宣化善人的预言 有兴趣呢 您可以去回去找一找 看一看 我觉得对大家都会有帮助吧 那么接下来的预言 也是我提到过 就是刘伯温的 结杯预言 之前也简单提过 刘伯温在背中说 从2019年黄历十月 将有一场大瘟疫 从湖广开始 武汉就是湖广 对吧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疫情直到2020年的黄历 7月13日达到顶峰 2019年12月1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 黄朝林在医学期刊 柳叶刀上发表论文 说发现了一例 这个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这位被病毒感染的 首例患者的症状出现在 在2019年的11月 与刘伯温预测的瘟疫 出现的时间完全一致 还有这个 蒂姆经中庚子之灾的预言 今年又是庚子年 过去的庚子年 都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1840年庚子年 中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1900年庚子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960年庚子年大饥荒 今年是2020年 又是庚子年 病毒大爆发 好吧 预言就讲到这里 我相信关于预言 很多一些其他的YouTuber 也讲了很多了 我只是把它总结了一下 通过这些预言 我们看到了 我想就两个字 末日 通过预言呢 我们需要了解的 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站在人这个角度 好像是已经没有什么 有效的办法了 大家都在研究这个病毒 都在研制疫苗 可是至今没有什么突破 那么有没有办法呢 当然有了 首先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呢 就是这个病毒从哪来的 它是从哪出现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是怎么扩散到全世界的 只要知道这两个问题 就知道罪魁祸首是谁 知道罪魁祸首是谁 那么就知道了 这个它就是罪恶的根源 所以我们就拒绝邪恶 我之前的节目中也都提过 其实是有办法来对抗这次病毒的 至于是什么呢 我会把链接放在我的节目的下面 有兴趣的呢 您可以去查看 我建议了 大家都要去看一看 那是根据武汉的真人真事 制作的电影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 可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示吧 经常有人讲啊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那么多我这样一个朋友呢 您可能也多了一条路 感谢您的关注 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